Hello大家好,我是安娜姨 今天我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用的面膜了 作为面膜大户的我一直都是用那种涂抹式面膜 但最近不是疫情 宅家好像时间变得更充裕了 所以我也开始用很多这种片状面膜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推荐一些我用下来特别好的 性价比很高的片状面膜 还有我对片状面膜爽浮水有了一个用法上的改观 就是最近我看了一个护肤文章吧 大概就是讲角质层细胞水盒之后再脱水重新排下整齐 皮肤就会看着通透透透亮平滑 我就不展开细讲了 总之呢今天还是来给大家推荐面膜的 那今天面膜都是日本韩国生产的 像北美小伙伴如果怕不太好买 可以看一下小红帽这个平台 他们有日本直游舱,美国舱,加拿大舱 到货非常快 我上次订东西到我这三天就到了 因为是北美舱了嘛 我都惊了 小红帽这个平台也是有几年了 他们和很多日本韩国的牌子 还有那种官方的合作 所以可以保证正品 好那我先推荐几款 我自己特别喜欢片状面膜 一个就是这个也是很有名了 韩国的Dr.Jart 它这个蓝色叫蓝药丸的超级补水面膜 这盒是以前买的就用剩一片了 这次就再回购了这一盒 那这个面膜就是补水超级给力 如果你经常敷就可以把你脸搞成那种 韩国的水光肌的感觉 里面成分还有山毛菊里面提取的 葡萄糖和木糖醇 另外还添加芦荟 这些都是很天然的 很温和的一些保湿成分 里面的面膜质也是植物纤维可降解的面膜质 然后这个包装也是那种纸质 又一撕开就好 所以从环保度上 这个面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像这个补水面膜 我一般一周用一到两次就看情况 反正补水嘛 就是总是不嫌多的 皮肤喝饱了水 很多皮肤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面膜我以前买好像是156美元一盒吧 5片也不算特别便宜吧 但是现在那个小红帽上做活动 它们面膜节6块9毛9一盒 我觉得超级划算 而且注意一下这个包装 这个是最新版的 它们这个日期也非常非常新鲜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这个面膜 现在是囤货的好时机 那下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估计看这个包装你们也知道 是资生堂月威的这个眼贴膜 这个被我撕的七零八岁 它其实有个盖子 这一盒是12片 我现在也是只用剩一片了 超级好用的 反正我今天晚上就会用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地吧 那里面是比较薄的这种 就是像纸一样的这种眼贴片 上面是浸满了精华液的 你就晚上把它贴在这个眼下 虽然是比较薄的那种纸状 而且不是那种胶状的派的 好像也没有很多精华液吧 但你贴到眼下真的保湿持久 就我有一次贴上 然后干别的给忘了 大概40分钟吧才拆下来 我想完了 这个眼下一定极干 因为就面膜纸 你要时间长它干掉 它会倒吸你脸上的水分 但很神奇的是 我把这接下来了 面膜纸是干燥的 这个眼下皮肤还是非常的嫩 就是完全没有那种湿水的感觉 这个眼膜除了基本的保湿以外 它里面其实添加A纯的 所以就是有抗细纹这样的效果 另外里面也添加了维翼啊 绞砂碗啊 也是保湿啊 抗氧化 我用过很多这种眼贴膜 胶状为主 也没有觉得太多的抗细纹的效果 基本就是削一削浮肿还可以 但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有 抗细纹 抗老 削浮肿 保湿 就是很全面的一个产品 这个眼贴膜价格虽然不是很低 但是如果现在看看 想用帽子上做活动的话 我觉得入还是可以的 关键是它效果真的非常好 下面推荐一个价格特别可爱 但我觉得用下来还真的挺不错的一个 叫GM Solution 是韩国的一个牌子 这个包装里面是10片 还送一片 那10片里面就是两个品种 一个是这个 就是含有蜂蜜蜂王浆的 另外这个是真剂补水急救面膜 如果你喜欢薄如残液的那种面膜纸的话 就一定要试试这一款 它那个面膜纸非常非常薄 特别是蜂蜜的这一个 很薄 而且很有延展力 所以就无论你脸型怎么样 你可以按照你的脸型 把它拉成你想要的 就覆盖那区域 有时候多余的部分还可以覆盖两层 特别是像法令纹这个位置 而且觉得里面的精华液 就是还很滋润的 不是那种就是 好像加了很多增稠剂的感觉 这个面膜就比较适合早上用了 现在反正早上也没事了 就洗完脸把它贴一片 但注意这种面膜 不要敷太长时间 我个人习惯一般就是5分钟 反正价格也不贵嘛 因为我觉得敷太长时间 也没有太多的作用 反而给皮肤很多的负担 所以3到5分钟接下来把它擦干 就好像皮肤喝饱水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已经能够达到这个面膜的效果了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的敷法吧 那我这款也是小红帽和GM Solution 合作的这么一个包装 里面有10片面膜 就这两种各5片 它还送一个玻尿酸安平面膜 就等于10送1 价格肯定是很优惠 抢的也非常非常厉害 我不知道我发的视频中 大家还能不能抢到这个 如果这个没有抢到没有了的话 大家就买这个单一的对应单便宜 也是非常非常优惠的 就这个面膜还挺好用的 刚才我去补了一个鼻影 因为我突然想起来 我今天化妆又忘了化鼻影了 我经常就是化妆忘记化鼻影 我倒是没有忘打这个修容 因为我脸好像这边有点宽 我每次就要把它修的稍微坚一点 好那继续分享 下一个呢 这个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新品 但这个品牌不新 它是日本的这个叫Cocochi 我不知道是这么读 就是大家比较有名说叫AG嘛 这写着AG 这个品牌也算是日本一个 以吴天家为特点的吧 他们家最火的是一个蓝色的贴片的 叫海洋什么抗糖面膜 我在我上次的护肤空冰机里面 就是有空了一盒那个面膜 那个面膜很好用 是有一包精华液加一个贴片的 很温和 补水效果也好 就是在北美这边比较难买 所以这次小红帽做面膜节活动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说回来 这个是最近也很令我惊喜的一个 它也算是涂抹式面膜 为什么叫小鸡蛋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是不是真的跟一个鸡蛋一样 就还有个蛋黄 涂到脸上好清凉 就像一层水明褶梨一样 但它这个颜色有点红红的 就涂到脸上就像整脸上了液体腮红一样 那这个也是敏感器适用的 而且主打抗糖抗老化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点 很多这种号称过夜的涂抹式面膜都很黏 这个一点都不黏 干了之后完全爽滑 我觉得油皮就直接用这个 如果你是特别干的皮肤 就先保养 再上一层这个 绝对过夜没问题 第二天早上起来 皮肤觉得状态特别好 毛孔会变细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挺有疗效的 就是挺好用的一个涂抹式的过夜面膜 下面这个要给大家推荐 是属于便宜大碗 但又好用的 就是应该是很有名吧 就是日本鸡美精的这个3D面膜 它这个和刚才的GM Solution 面膜纸是完全不一样 它就要厚很多 但它的那感觉是3D的 就是中间这个地方是鼓起来 特别鼻子这个位置的设计 特别好的 就是贴合整个鼻翼 然后露着鼻孔 这个3D剪裁的面膜纸 虽然稍厚 但是它会很贴合你的脸型 不需要很费劲 就是你这儿拉一下 调整来调整去 还要拿剪子剪了 就用起来很舒心很方便 还有就是如果你喜欢进化液 特别多的那种面膜的话 这个就是 我用一下吧 然后里面还是剩了 我感觉能有个小10毫升的精华液 这个面膜我也是建议早上用 也不要敷太长时间 5分钟就足够了 而且要跟大家分享 我以前可能是因为没有时间吧 就对这种面膜 一直有一点偏见 就觉得那我还不如湿敷 或者是干脆敷一个大的 不是很注重沉间的即时补水 当然也是没时间 最近呢我就买了这个 叫皮肤寒水度测试仪 它就是 这边有一个接触头 它打开之后 把它戳到脸上 现在才30多 这一天我就用这个猛测 就洗完脸什么都不上 脸干的时候 大概是33%左右 然后敷了面膜 马上变到40% 然后当然面膜过后 如果你都擦干了 再什么都不上 还是会慢慢回落的 所以之后还是要上 后续的保养品 所以我就最近觉得 这种保湿面膜 还是要经常敷一敷 这个说明说明有个列表 就是冬天夏天分季节 还有皮肤的不同部位 身上脖子脸 夏天最好是40%以上 然后像秋冬的话 大概是30%到50% 所以像我现在测30%多 就是有点干 但是因为上妆有一段时间了 也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小玩意儿 还挺有意思的 我这包同样是合作款 价格也是非常非常优惠 如果大家抢不到的话 墙里面那个单品的 那个包装也是很优惠的 大家可以自己查看一下 相信很多人都用过这个 因为这个面膜太有名了 我也是最近才用的 好那最后呢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 可能价格不是那么亲民 就稍微有点贵吧 但是我也觉得 挺好用的一个面膜 就是Mikimoto的 就是日本做珍珠这个牌子 它还有珍珠粉精华的 这个美白面膜 这里面除了珍珠粉 珍珠提取物用来美白以外 还添加了像糖芝质啊 酵素提取物啊 油绒甘草 多糖体等等 就是很多保湿 舒缓镇定的 而且不含有香料 没有着色剂 所以用起来还是非常温和的 没有觉得刺激 敷完之后呢 脸的保湿度也是很好的 而且确实有一个瞬间的提亮 那这种比较贵的面膜 一般一周敷一次就可以了 都是晚上来敷比较好一点 像刚才那种补水的 就早上敷 我一般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我近期用到的 贵价的 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 好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和推荐 我最近用到的 可能更多的偏向一些片状的面膜 然后有一款涂抹式的 我觉得都是挺好用的 而且大部分来讲 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可以经常就是每天使用补货的 那这些产品呢 都能在小红帽这个平台上找到 对北美小伙伴 去购买这些日韩的产品 是非常非常方便 正好感受他们这个面膜促销节 无论你想尝鲜 或者是囤货 都是很好的时机 好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吧 希望对大家选购产品有帮助 我们就下期内容再见吧 拜拜